凭复 这就叫大家齐心 齐力断金 如果再能拿到妈妈的新版炫金纯彩 图一到今天就更低陈了 那样做的话妈妈会和你玩命的 孩子们 根据我搜到的208条天气预报总结来看 明天会是阴天 带你去买菜就要这么高兴吗 我们已经出发了 我宣布行动开始了 收到 妈妈 快看 西边出太阳了 什么 西边 哪边是西边 天哪 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妈妈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好 这下可以开茶气店了吧 真正异常 大灾难 大灾难 大灾难来了 陈小迪 是不是你做的好事 这件事到此为止 等不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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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妈妈亲生的 为什么不支持你而去实现美食家的梦想呢 那你就去好好学习考个一百分 考一百分就能开炸鸡店吗 嗯 也未定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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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还不简单 怎么肯拿 怎么肯拿 我真的太阳怎么可能是从西边出来的呢 都坏了吗 小迪不哭 太阳真的会从西边出来的 你看 那不就是我妈的太阳吗 我忍痛贡献出了炫金唇彩 难道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走 到太阳那边去 会有惊喜等着你 那有什么惊喜吗 炸鸡店 我们自己敲个炸鸡店 小迪啊 你已经为了这个理想做了很多努力 大家都愿意帮你实现这个理想 太好了 妈妈 这下天天都能有炸鸡腿吃了 你不是为了做美食家吗 我就说她的梦想只是为了吃 有什么区别吗 有 这个炸鸡店坚决不能开 老妈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老婆 小迪为了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的小迪第一次为了理想 真的做到了努力前行 我想这才是理想最重要的意义 好 好